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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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九在继位典礼的第二天就回到太陈宫 继续等待的日子 东华出关的时候凤九正好不在 时事的门缓缓打开 东华步履悠闲地走了出来 仿佛这两百年他不过去哪儿闲坐了一趟回来 他一出来便看见门口的鸡案 案上有一本摊开的佛理书 和一叠被镇纸随意压着的纸 笔还在笔家上 似乎刚才坐在鸡案前的人才刚离去 东华拿起纸一看 是凤九的字 大概又是光看佛理书要打瞌睡 所以一边抄一边读吧 又看见鸡案上有个青花陶瓷笔筒 像是画着一个半坐半卧的人 拿起一看 不禁失笑 画上那个人不是自己吗 画上自己拿着一本书在看 心下还握着一只迷着眼的小狐狸 九条尾巴舒服地铺在地面 这笔筒银润透亮 入手感觉表面光滑细腻 人物线条舒展流畅 怎么看都是上品 东华新想小狐狸两百年间还学会了烧词 挺有长进的 看样子小狐狸才刚走开 那就去找他吧 东华信不朝寝宫走去 人也不在寝宫中 东华打室内 摆设跟两百年前一模一样 只是是他套里的一半 摆满了瓶瓶罐罐 在一起看 主题只有一个 自己和小狐狸 离枕边最近的是一个四扇的烧词小屏风 山上画的分别是自己钓鱼 读书 下棋和弹琴的样子 这扇屏风似乎是他最钟爱的 摆在枕边 寝宫里衣架上还有一件未完成的紫袍 按适量相识给自己做的 东华见寝宫无人 想他可能是去了书房 便又向书房而来 书房内是有人 却只是仲林一个 崇林见了他 又惊又喜 忙搬下去道 不想帝君今日就出关了 看东华神清气足 又道 恭喜帝君法力恢复 东华汉首 太成功你打理的不错 崇林恭敬道 这是臣子内之事 东华又问 小白去哪儿呢 崇林王道 娘娘一早在石室外敲书 不知何故 太子妃白浅上神急急忙忙来了 拉着娘娘就走 臣只知道他们回青丘去了 娘娘这一年都没回青丘 大概青丘有什么急事吧 东华欧雷医生 先想有白浅在 小白应该无碍 又问仲林 小白一直都住在太成功 仲林道 是 娘娘一直都在 有时回青丘两三天就回来 这三百年间 只有三次离开的时间较久 大概一次四五十天 她在宫中也不大出去 除了去洗蜈蜈 就是有时出门跟燕池 无魔君斗舞 说到这个 崇林忍不住告状 娘娘什么都好说 就是这个打斗之事不听劝 每隔十天半月 就要跟燕魔君打一场 燕魔君下手不知轻重 娘娘有时回来身上还挂彩 前两天他们在园子里又打了一场 两人好一会儿僵持不下 娘娘冰出险招生了燕魔君 把城吓出一身冷汗 娘娘却很高兴 又约了过个半月再打一场 好在帝君您回来了 您去劝劝娘娘吧 东华嘴角弯了弯道 她现在也能跟燕池乌打个平手了 不错 仲林又道 娘娘修行认真 时常练剑 虽然进步很快 不过承觉得她离开较久的那三次每次回来后 娘娘的法力似乎都大有提升 特别是最后一次回来后 承觉得她的气势大不一样 或许是青秋有特别修行的法门 但陈一心她是不是下凡力劫去了 自命早些年还时不时和承玉元君来宫中探望娘娘 自从娘娘第一次离开四五十天后 来的就少了 但娘娘第二次离开 四五十天后就再也不来了 有次臣偶尔遇见私命 问她怎么不来太成功了 私命也不肯多说 安身叹气道 我是不太方便见你家娘娘 帝君回来后我自会去请罪 夏凡力劫必经私命之手 只怕是娘娘逼着让她写命簿 所以她躲着不肯见娘娘了 东华的脸色沉了下去 夏凡力劫是能迅速提高法力的一个好办法 当初她为了快点恢复修为 所以才夏凡力劫 但凡事有利必有弊 夏凡后前程往事尽望 容易迷失于尘世中 而且既是力劫 那经历多半是极其痛苦的 若一个不小心 或者意志不坚 人神无法归位 就不得不在凡间轮回 严重者可完全失去神力 永远陷入轮回 所以夏凡力劫虽是提升法力的捷径 却极少有神仙愿意采用这种方式提高修为 凤九在这两百年间居然夏凡力劫三次 太冒险了 东华是后来才从阿里的话里 略猜到凤九如此做得的原因 明白大概是白衣那句 你如何与她并肩 这句话刺激到了她 让她采取了这种激进的办法来提高法力 明白之后 她对凤九有多心疼 就对白衣有多不满 之后翁絮二人更加互相看不顺眼了 但此刻她是有点儿恼怒 凤九不知道保重自己 若她有个万一 叫她怎么办 东华想到此处 旧终掐指一算 面色顿时变了 化成一道紫光不见了 崇林立在书房 摸不着头脑 心想帝君不会去找帝后算账去了吧 自己一时多嘴告状 若帝君刚回来 就让他们夫妻生了局雨 那就麻烦了 忠林恨不得把刚才 最后那段话吞进肚子里 但其实东华之所以变色 失散到凤九这几日要飞升上仙了 飞升上仙要挨三道天雷 那天雷威力非同小可 若修为差一点儿的 被雷劈在身上 那是亲者身受重伤 重者元神毁灭 东华担心凤九这么短时间内提升法力 那在修为是不是可以抗得住那三道天雷 他一边赶去青秋 一边心想怪不得白浅要急冲冲赶来带凤九回青秋 大概是白家的人也算到了凤九要飞升 惊吓稍安 白家的人有能力护住凤九 东华快到青秋时 远远看到一片天黑的奇怪 隐隐约约有电光闪烁 自有雷声传来 惊吓一惊 这么快天雷就要打下来了 他朝那处急赶过去 不意外地看见一片旷野中凤九手劫法印 独自端坐在结界中 那结界上已有明显的裂缝 看来已被天雷击过 不远处站着一群人 应该是白家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只站在一旁看着 没人去相助 东华不知道的是 虽然白家的人个个都争着给凤九挡天雷 但都被凤九断然拒绝了 一人挡天雷那反噬的力量加倍 凤九岂能让长辈为了自己受伤 再说他心里也憋着一口气 要靠自己的力量过了这一关 让父亲不再小看自己 东华正要施展法术 替他在外面再照上一层结界 但说时迟 那时快 一道天雷再次从天而降 击中凤九的结界 电光火石之间那结界已破 凤九摇晃了两下 不倒在地 那一颗东华的心跳都停止了 好在那一击之后 瞬间天就放晴了 原来那是最后一道天雷了 东华盲降下云头 只见他慢慢从地上爬了起来 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 放松了一口气 东华走到他的身后 见他起不自胜地 解释自己身上成为上仙后 散发出来的荧光 还得一扬扬地道 等他出关 看见我成了上仙 一定吓一大跳 东华接口道 他是吓了一大跳 然后那不听话不省心的小狐狸 就逃不了一顿好打 听到那熟悉的清冷的声音 凤九呆住了 半嗓才扭过头 他刚才被雷击倒在地上 沾了一脸的土 样子很是狼狈 只有一双妙目依旧黑白分明 眨巴眨巴了几下 东华板着脸道 我回来了 凤九欢呼一声 动身扑了过来 紧紧的抱住了他 东华的脸再也板不下去了 双手环抱住他 亲了亲他的头发 温声道 小白我回来了 两人相拥着 久久不愿分开 凤九觉得他那躁动不安了两百年的心 终于在他的怀中彻底的安定下来了 好了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